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的明星能夠打進荷里胡市場 實在十隻手指都數得完 成龍就是其中之一個 而且他不單止入到西方社會 而且在日本、韓國、甚至東南亞 都是非常有名的 人人都認識他,叫做Jackie Chan 不是他的真名房侍郎 最近撐港版國安法演藝界聯署中 有他的大名響鼠 這個名單輾轉之間傳到日本 在東洋那邊引起了軒然大波 根據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周刊新潮的報導 原來在日本有很多成龍的影迷 對於他支持港版國安法 都是表達出非常之的反感 而且還在Twitter那邊出現了一片廣泛的罵聲 當然全部都是寫日文的 我就用Google Translate來翻譯 都是對他媽媽聲的 為什麼呢? 人家主要就覺得 你作為香港人 為什麼你不去捍衛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 而是去支持這套法律 人家是不解的 在《朝日新聞》那篇報導當中 很詳細地介紹 到底這份所謂香港演藝界人士聯署簽名支持國安法 到底有哪些著名的香港明星去聯署? 而且也說明大陸強推國安法 是被指可能會打擊香港的表達和言論自由 但這份演藝界的聯署聲明 就強調要充分理解守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當《朝日新聞》和《周刊新潮》的報導出來之後 在日本方面的影迷非常鼓掃 開始對他展開口誅不伐 這樣也未算 周庭還在Twitter上補美刀 其實周庭在日本方面非常有名 因為他憑著一些不知什麼的特色 總之俘虜到不少日本的窄男、電車男的心 他在日本非常多追隨者Followers在Twitter上 周庭就跟日本的網民說 說成龍其實是親中派 經常發表一些親中的言論 所以在年輕人當中 其實的人氣也是十分之低的 周庭這招保美刀很厲害 他以一個香港的青年身份去做見證 就踢爆了其實成龍在香港的明星大概是怎樣 人家就知道整件事的全貌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成龍的發展軌跡和譚詠麟是極為相似的 首先兩個人都是在香港的黃金年代發跡 即是七八十年代 當然成龍就在電影業 譚詠麟就在唱片業發展 兩個人都是喝香港人的奶水帶 都是靠香港人捧到他們大紅大紙 是真金白銀進戲院買票 真金白銀去買演唱會票 買唱片 故此香港人對於這兩位的歌聲 影聲是有恩的 這就是極為相似的 首先他們發跡的地點 發跡的時間 發跡的模式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娛樂界的人 同時來說 在八九年學運期間 兩位人兄都說同情學生 聲援學生 甚至乎成龍更加出席過 民主歌聲獻中華 在跑馬地馬場獻唱過一曲豪情 當然譚詠麟就說自己沒有空出席 因為要去外地拍戲 故此他錄了一條短片 裡面說要剝李鵬牙 即時任國務院總理就是李鵬 他是食智 故此兩位人兄 都是積極地投入聲援學生運動 但是去到九七之後又怎樣 大家都知道 兩位都分別投入親中的懷抱 譚詠麟曾經在香港做過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即是投選行政長官的負責 當年有份提名董建華 而去到去年更加和中鎮圖 一群人跑去天馬公園的樹 撐警 至於成龍又怎樣 他比起譚詠麟的官階 就更高一級 譚詠麟只不過是做香港的爛鬼選委 而成龍就做到全國的政協委員 故此他在香港哪個口岸出入都好 他可以享有一個特別待遇 他不需要排隊 就算在機場也有特別的通道 故此成龍就算用什麼護照也好 只要他不在公眾地方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一定是裝不到的 但是譚詠麟就沒有特別的通道 他要跟普通人一起排隊 故此就被人裝到 他原來是用BNO護照 口口聲聲喊愛國 實際上就做英國人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以為BNO純粹是一個叫做旅遊的證件 這些只不過是那些藍絲 自欺欺人的說詞 口口聲聲說熱愛中國 手裡拿著那本是BNO護照 BNO是一個國籍 是一個英國國民 由海外的國籍 故此你拿著BNO 你是英國人 只不過你是沒有居英權的英國人 如果真的要放棄BNO護照的話 就不是去公眾地方撕毀他 或者剪爛他就可以 而是要去英國的 內政部 Home Office那裡 你拿張表格填好了 就可以Delounce他 是可以宣佈註銷了他 那你就可以永生永世 都放棄做英國人了 如果純粹說剪爛他也好 撕爛他也好 就算那本是最新的護照 也是沒有用的 是放棄不到英籍的 不好意思 更加不要說這個 林鄭說明她老公和兩個兒子 拿著那本英國護照是旅行證件 這些是大逆不道 是不是想做漢奸 你自己又說愛國 為什麼她老公和兩個兒子拿英籍呢 這個絕對不是旅遊證件那麼簡單 你加入了做BC 你是英國公民 你是效忠英女王 故此一定要搞清楚 絕對是不能夠模糊 絕對是不能夠以旅遊證件作為推位的藉口 基本上拿著外國護照 然後嘴巴裡喊愛中國的口號 在邏輯上有根本的矛盾 是不成立的 然後說成龍和譚詠麟 還有一個相似之處 這是眾所周知 他們兩位分別有一宗外遇 成龍和譚詠麟都有 而且在外遇當中 都有生產了一個子女 這是他們兩位相似之處 這是客觀事實 不涉及任何 value judgment 沒有任何價值判斷 哈哈哈哈 接著就關於第二件事 就是這兩位仁兄 在香港起家 但是沒有負起到 捍衛香港的人權 和自由的重任 故此難怪被日本的影迷唾棄和割蓆 人家對你這個期許非常之高 為什麼呢 就算在1989年 你們都敢於向中國說不 當然因為那時候 中國仍然是改革開放 無奈 娛樂事業未曾發展得像現在這樣 故此在接近一窮二白的狀態下 他們可以挺直的腰骨 向中國共產黨說不 但是現在風水輪流轉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他們現在選擇熱愛人民 閉 故此他們要回去做 所以現在就不能再批評了 但是你對比起美國的演藝界來說 完全是比下去 一拍完就 完全是沒有可比性 雖然美國很多演藝界 他都是叫做左膠 都是親民主黨一點 但是他起碼敢發聲 就著發聲這件事來說 人家就更勝一籌 而且人家的發聲 是針對本國的政治事件發聲 不是針對外國 你看看香港很多的明星 什麼陳冠希 那些 基本上還有一些不現祖 就走去圍著George Floyd 那件事發聲 那件事基本上是找不著養處的 喂 在外國發生的 基本上你就在這裡說得夠 美國又不會封殺你 但是在香港發生的那些警暴事件 又有幾多個香港的藝人 能夠發出半句公道說話的聲音呢 就是極少了 又是十隻手指數得了 就是杜汶澤、黃秋生、何韻詩 還有黃忠儀 還有很多王喜 還有Tommy 數來數去 還要想 死不死 都不像你那個所謂 撐國安法的名單那樣 二千多人 所以這就是香港演藝界的悲哀 他們永遠不會去反思一下 他們今時今日所擁有的 名譽、地位、榮華、富貴 全部都是當年香港人 真金白銀地擁護他上位的 現在來到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 他們在高牆和雞蛋之間 就選擇站在高牆上 來擲雞蛋 這樣你怎麼會得到 那些人的尊重才行 尤其就是本地的青年和外國的影迷 因為這群人在一個自由的氛圍當中成長 他們所擁護的核心價值 和你現在所相信的那一套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成龍和譚詠麟之流 他們是會得到藍絲和小粉紅的支持的 仍然是有得搞的 但是在他的法績地 似乎就真的有些聲名狼藉了 故此他兩位人兄 在大陸更加吃得開 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在香港的影響力逐漸下降 但是在大陸仍然是有很龐大的市場 那就只會令到這些人 越來越更加之親中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